而且看到能源价格是继续上升的 你觉得美股方面 譬如现在买能源股或者能源ETF 你觉得又是否太迟了? 有点点 能源价格主要集中 我想大家都在讲石油 油价其实你说现在的大行各样都好 都分别开始有些比较具体的预测 其中一个高敏也有说过 如果今年冬天有点凉 有点凉的话就会去到90元的油价 他说相对有点凉还是有点凉? 冬天有点凉? 如果今年冬天比过往一两年更凉的话 油价就会因为本来的需求 本来的天然气方面是供应有点缺 就拉动了石油的需求大了 但是如果再冷一点 需求再多一点 所以最终会令到楼日期升到9元 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刻 就是我们聊天的这一刻 楼油价是试过去到80元 应该是上周五万是试过的 但是其实距离这个高盛目标价 就有10元 我自己觉得再多10元就夸了一些 但是企稳80元 甚至乎去到85元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那件事就会变成 就是用这件事去看回美国的石油股 短线还有一段升 但是如果你说现在才大手进去加 那你就只是在吃鱼尾 你买到最后一段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觉得就算现在有CCO effect也好 就是有季节性也好 其实油价应该 或者整体来说商品价格 应该接下来也要升多一段时间 随时我认为 可能一年半再起码 随时是一年开外的事情 所以刚才那件事就是看你长一段短炒 短炒就是短线博卖 如果你很有技巧也可以的 如果你说短线买来 打算炒一段 油一般的 你失手不快的 我就不建议 但是长是OK的 长的做法可能是现在做一点部署 然后等它过冬正常来说 应该会回落一点的 尤其是有 油价如果炒得这么急的话 应该下回去也会下得很快 那下回去的时候 就可以再买一点 至于你说是能源股 还是能源ETF 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可能能源股 或者应该说石油股 就是比较准确一点 在美国来说可能石油股 会稍微轻微好一点 是 因为我们经常说 石油相关的ETF 在美国有一个问题 是 就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买期货 如果你做一个长期部署 你期货本身转仓的差价就输很多 是 对你来说 对投资者来说 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损耗 那就不是太建议 所以 另外一方面就是 还有就是他们很多时候 都会有两倍三倍的那些 那些就更加了 因为那些其实是将本身的杠杠 再放大了 所以转仓的损耗就更大一点 往往很多时候都经验 有不少朋友也好 散户甚至乎 那些大的机构都会反映 一些问题就是 买他们搞影一轮之后 都是得个鸡 是 所以就不是太建议会这样做 就可能宁愿你控制住马 但就买回石油股会好一点 在发生的一节目 如何在复杂书看 上的决定 击 插手